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學習這門課叫做國際貿易資訊系統 國際貿易資訊系統基本上是國際貿易食物的一個延伸課程 也就是說把你們國際貿易食物上面所學的這些單據的製作 我們現在用一套完整的電腦系統把它呈現出來 這門課主要是三個學分 每個禮拜上課時間是星期二的下午 所以各位同學不要再有遲到或者是缺課的情況 因為這個部分我會加重上課初學習成績的一個比重 我等一下會做介紹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這一門課程的一個主要的上課內容還有教學目標 那這個呢 這個教學目標還有等一下我要介紹的課程大綱 我們在這門課的教學大綱系統裡面 同學應該可以找到 不過這裡我還是再強調一次 那我們這一門課主要在知識方面呢 就是讓大家能夠再一次的熟悉國際貿易食物的交易程序 進出口流程 相信同學們學了一年的國貿食物之後呢 可能對其中的某些某些作業可能還不是那麼熟悉 那麼我們透過這一套自運系統的電腦系統的模擬操作之後呢 可以讓大家對整個國際貿易食物的交易流程呢 更為了解然後更加的熟悉這樣子 那其次呢 在整個這個技能的訓練上面呢 我們希望說同學學了之後呢 可以知道說我們的金出口文件的製作 然後呢 知道一些這個通關的一個作業系統的一些程序啦 內容啦 或者是說呢 萬一呢要找這個CCCODE去查這個關稅稅折的時候呢 知道從哪邊呢 下手呢 動手去查詢喔 那第三個呢 當然就是希望同學能夠知道 因為那個以後出去職場工作啊 就不能夠像大家在課堂上一樣喔 這麼的隨便這樣喔 因為老師對你們比較包容 所以可能就不太會管你們 那以後呢出去工作的時候呢 該做什麼事情啊 然後呢 對自己的專業啊 對自己的工作態度呢 應該要養成一種負責任的心態喔 所以呢 在這門課呢 我就會對同學呢 稍微的約束一下喔 那因此呢 我剛剛也提過喔 我們這門課呢 其實在整個上課的表現狀況呢 比重呢 其實是相較於我其他的科目的來的比較重喔 所以同學要注意喔 你們要學我的課呢 要有這個題目喔 好那這個呢就是說呢 我們上了這門課之後呢 同學們不但可以了解這個 國際貿易食物的整個進出口流程 然後呢每一個作業裡面呢 應該要學會的一些製作單據的技能喔 對這個單據內容的一個了解 然後再知道說 國際貿易人員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呢 每天就是很忙齁 忙著做單區啊 忙著排出貨這樣子 那我們那個 這一門課呢 並沒有所謂的教材齁 因為這個公司呢 他就沒有寫教材 那他覺得說現在呢 大家都是這個一世代的人類了齁 所以對於電腦的操作呢 並... 嗯... 對你們來說呢 應該不會太難啦 那我也相信你們有這個能力這樣 好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欸我會把一個檢疫操作手冊呢 上傳到網路大學上面 你們有需要的話可以自己上去下載 另外呢 字編講義 字編講義不是老師編齁 這邊的字編講義是你們要自己寫筆記齁 所以說我上課內容呢 你們一定要把它記錄下來齁 尤其是電腦的一些操作的程序啦 一些必須要注意的地方齁 我們這套系統就是說 他前後是有連貫的 你前面要是做的不對呢 你後面呢就做不出來齁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你後面的一個 單據的製作 那尤其是考試的時候更刺激齁 前面就做不出來了齁 後面呢當然就更不出 前面做錯了後面就做不出來齁 那有時候呢可能就會考到0分齁 因為那個... 之前的學長姐有這個前車之鑑這樣子 好那因為呢這門課跟國際貿易食物呢 有很大很大的相關性 所以呢任何呢 國際貿易食物的書籍呢 你們都可以去參考 那我要你們參考的是說呢 他單據的內容 好 例如說單據內容我們要怎麼製作 然後呢一些交易條件呢 我們要怎麼善達這樣子 好那其中的這一本書呢 國際貿易食物與書類呢 這是菜園寫的 他這本書呢比較強調書信啊 書類一些契約書啊 或者是出貨單據的一個應用這樣 那麼這本書呢 應該是你們上課的教材啦 如果說同學呢有這本書的話呢 每一次上課就把它帶過來 然後呢做為手邊的一個參考工具 好那這個地方呢應該是你們比較在意的 也比較重視的 我們這一門課的這種成績評量方式呢 我把它分成那個四個項目 那這四個項目其實跟我們上課的教學內容呢 是有極大的相關性 好那那個第一個部分上級考試呢 占25% 我其中考一次 其末考一次 其中呢是考出口作業 其末呢是考進口作業 那所以說這個相機考呢 也就是我們平常 我平常在上課的時候 我會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帶你們做 然後呢我會出一些作業讓你們回家練習 那萬一呢你覺得有不了解的地方呢 我們這門課呢有安排住教 那個TA這樣子 就是你們的學姐齁林思穎 那如果不會的話呢可以去問她 那她每個禮拜呢都有排這個office hour 你們可以利用那個office hour呢 去請她教你們這樣 那回家之後呢也會有一些指定的作業 啊作業記得一定要教齁 還有就是上課呢我要你們練習的單據呢 記得一定要上傳齁 沒有上傳就0分齁 這個部分呢佔30% 也就是說我要你們教的作業一定要教 不管是課堂上的練習呢 還是回家的指定作業 這樣就55%了對不對 那另外呢我們這門課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學期其實我有安排了三位夜師齁 國貿方面的夜師呢專家呢來跟同學上課 那其中呢應該嚴格來說應該有兩位是你們的學姐啦 那這六四的這種夜師協同教學的課程呢 我們希望能夠跟她分享一些他們多年來呢 在國貿出口或進口方面的一個食物經驗喔 那我希望你們能夠用心聽講之語 也能夠把一些筆記啊心得啊把它記下來 這個部分呢我也要算成績喔 六四佔百分之25 最後呢我剛剛一直強調喔 那個學習精神跟學習態度 作為一個國貿人員呢 應該要有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不管你做什麼工作其實都是應該要這樣子 好所以呢我現在就會希望你們呢 能夠每次都來上課喔 所以你們的初學期的狀況呢 我每次我一定會點名 那麼這個部分呢佔百分之二十喔 百分之二十 好那這門課最重要的就是說呢 你一定要有國際貿易食物的一些相關的概念基礎啦 不然的話你會上的非常的痛苦喔 所以如果上過的同學對這個部分有一些忘記的話呢 那麼回去呢一定要把它複習一下喔 免得那個上課的時候呢被我罵蛋 好那我們這一門課的這個整個 這些期的課程大方呢 我大概是做這樣的一個規劃喔 好一開始當然就是還是要把金珠口流程啊 這些相關的基本概念呢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呢做國貿呢其實最重要就是資訊的收集對不對 資訊的查詢 所以一些比較重要的經貿網站呢我也會介紹 讓同學們知道說我如果要找客戶 我如果要找廠商 我如果要找產品 我應該呢要去哪邊呢 哪些網站呢去搜尋 這樣呢會比較有效率 再來呢我們在應該說其中考之前 第一次商機考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我是主要是讓各位練習出口貿易系統 那我們從這個教學大方裡面呢 其實就可以看到一開始大概是 基本資料的設定跟輸入 接下來呢就是一些單據的製作 包括報價啦訂單啦採購單啊 然後出貨文件的製作這樣 好那這個第一次商機考之前呢 我會安排一位業師他會來上兩次課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紡織原料的這種進口食物經驗 讓大家知道一下 紡織產業在台灣呢早期呢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啦 那現在當然很多廠商就怪異了 當然會比較沒落一點點 可是近年來呢又有一些復甦的跡象 因為環境的改變啊 很多現在很多那種機能性的紡織品 或者是機能性的這種紡織原料呢又出現了 所以又為我們這種傳統產業呢帶來了一些生機這樣子 好那這個第十週呢我們就安排商機考 主要是考出口作業系統 接下來呢在那個後半段的部分呢 當然是以進口系統為主 那進口系統呢相對來說是比出口系統還要簡單一點 那所需要的這種上課的這種時間呢也不需要那麼長 所以就安排了兩位夜師 這兩位夜師呢他們的專業領域也是不太一樣 那麼林秀梅呢林老師呢她主要是電子商務資訊的這個部分 那麼陳靜宜呢就是你們的學姐 學姐她是我們系上的五專畢業的學姐 那她在國貿方面呢也做了很久了這樣子 好那上完這四次夜師的課程之後呢我們就要考第二次的上進考 這一次的上進考呢主要是針對進口作業系統 所以呢我們這個學期呢因為時間比較緊湊 又安排了這個夜師呢做協同的教學 所以呢可能在練習上面啊同學可能要自己多加的努力這樣 那這是我們這學期的發育資訊系統的教學內容 大家應該沒有什麼問題齁